欢迎收看这在地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深坑土克里举办重粮节节庆共餐 长辈们也将平时所学的体势能 编成了健康超大秀才艺 为了迎接2018狗年到来 豪芒雕刻加乘风险 雕刻世界最小的狗大小只有一毫米 要减缓秋冬季节交替的过敏症状 医师在此要提醒观众朋友要远离过敏源 同时配合运动注意饮食来改善过敏的体质 新北市药师佛文化节将于11月3号4号登场 今年首度推出东方近流离世界探索之旅的 四滴电影 而今天的活力秀以下的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时定老人会歌唱班的长辈们 是如何透过歌唱让他们越唱越开心 深坑区土库里举办了重阳节节庆的共餐活动 在用餐之前老人家在体势能老实的带领之下 将平常所练习的动作再搭配着音乐编排成健康超舞蹈 大秀才艺 展现了他们活力十足的一面 而在热闹的气氛当中 一道道由志工所精心准备的料理也跟着上桌 让长辈们开心的吃饭 也度过了一个快乐的重阳节 将体势能的动作搭配着音乐编排成动健康的舞蹈 这群音阀长辈平均年纪都在七八十岁以上 即使是坐在椅子上 肢体的动作依旧灵活节奏感十足 他们是深坑土库里平时就来参加共餐的长辈 因为今年新北市政府举办新北动健康爱动争霸战的活动 所以里长高台狼就邀请了老人家一起组队前往比赛 今天也特地趁着共餐前来秀一下 现在的共餐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者 我们当然是有希望由这些长者来组成一个 他们自主性的一个队 让他们表演给自己看 自己表演给自己看 让他们自己觉得有更有活力 更有能够要走出来的动健康的那种兴趣 里长高台狼指出 这支队伍取名为深坑士宝队 虽然比赛最后没有获得名次 但是这样的经验让老人家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并且得到了成就感和快乐 城坑区长王坤南也表示 透过体势能课程让长辈能活络筋骨 减缓老化 而这次看到了他们的成果发表 更是由衷佩服老人家们愿意动起来的精神 我们今天又有一个预防及延缓失能的一个成果发表 让长辈在这三个月的一个课程当中 他们除了像类似动健康 让他们了解舒展身心之外 那筋骨也可以活动开来 那我们也应用一些器具 像球类 棍类 棒类 让他们提高他们的兴趣 所以这次也做一个成果发表 那也希望我们有需求的一个长辈 以后来多多参与我们这个土库里的这个活动 深坑土库里重阳节节庆共餐活动 在欢乐的气氛中准备开动吃饭 志工们在厨房准备了一道道精致美味的料理 区长王坤南也为老人家们亲自上菜 白斩鸡肉 红烧狮子头 猪脚面线等等 埋满一桌丰富的菜色 让长辈们在享用丰盛午餐的同时 更享受了大家在一起吃饭的快乐 记者杨邦友周芳琪 深坑采邦报道 好忙雕刻家陈逢险 为了要迎接明年狗年的到来 雕刻出世界最小的狗 这三只小狗站在笔尖上 微妙微笑令人赞叹 这三只小狗是以树脂制作 三只小狗站在笔尖上 一家人团聚的样子 这是一个吉祥的 要在尺寸只有0.1毫米的头部 画出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难度真的相当高 另外陈丰险表示 最后上色也是一大挑战 因为只凭肉眼根本看不清楚 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完成 因此这三只小狗总共失败了一百多次 后时三个月才雕刻完成 比如说雕一只狗的造型的时候 雕的不是很理想 我们就要放弃 再来的话就是它的四肢 它的爪 再来最最困难的就是它的头部 要显出它的那个一个头的造型 尤其是要上色点出它的五官 也是很困难 一下子就点错掉 就失败 就要重来 目前这件世界最小的狗作品 就展示在陈丰险的豪芒雕刻馆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瞧瞧 大师级的精湛工艺 记者申品这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每次到了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 过敏一足就要大伤脑筋了 从一早起床猛打喷嚏 流鼻水还有咳嗽 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医师在此要提醒观众朋友 要对抗患剂过敏症状 首先就是要远离过敏源 而另外藉由多运动 注意饮食来改善体质 也可以减缓过敏的症状 每逢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 很多人总是躲不过过敏症状 苦苦纠缠 除了一到早起床 就开始哈啾哈啾 甚至会因为过敏太过严重 而影响到生活作息苦不堪言 就是天气变成的时候 有时候尤其早上的时候 会一直打喷嚏 有时候打喷嚏打到 连眼睛都会肿起来这样子 然后进而想到上班的时候 也想到工作的精神这样子 医生表示秋天的气候形态 就是早晚温差大 因为温度的变化 就容易诱发过敏的产生 再加上一些环境过敏源的干扰 过敏一族就特别容易产生比赛 流鼻水咳嗽的情形 有些像是灰尘 尘满 在秋冬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出现 那有些人会对于特定的植物 跟特定的粉尘这一类 像是有些花 有些树 那有时候是灰尘比较多 那有时候风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会特别容易发生这些情形 如果想要减少过敏的症状 医师提醒一定要先从改善环境过敏源做起 万一过敏的症状比较严重 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当然就要赶快找医生报道 透过药物来治疗过敏症状 一般来说要先从环境来处理 有些人是对猫毛或狗毛 或者是对一些粉尘来过敏的话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开一些空虚禁器 有时候会把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先处理干净 那有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症状的话 有时候可以搭配运动 再不行 有时候我们会开始开药 一般是先从口服药开始 那口服药如果压不住 有时候会搭配一些鼻喷剂来使用 要完全根除过敏症 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可以多运动 注意饮食改善体质 并且减少过敏源接触 相信对于舒缓过敏症还是带有帮助 记者陈平站门奇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第三届药师佛文化节 将于11月3号4号 在板桥体育馆和板桥第二运动场登场 今年除了有千针供佛祈福之外 更于活动的期间推出了东方近流离世界 探索之旅的四滴电影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民众更了解药师佛的文化意涵 曼妙的敦煌舞表演 为新北市药师佛文化节记者会揭开序幕 今年将于11月3号4号 在板桥体育馆与板桥第二运动场举办活动 新北市政府秘书长徐玉宁表示 佛教是台湾重要的宗教信仰 透过文化节活动 除了让民众进一步了解药师佛的意涵 更重要的是为台湾祈福 也为每个人带来安乐临近 希望用最大的一个祈福的力量 祝福我们台湾无风无雨 无灾无难 更重要的所有市民 所有的台湾人民 所有世界人民 接近宗教的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到最大的宁静 这次最特别的就是在活动期间 推出了东方近流离世界探索之旅的4D电影播映 以浮空投影技术搭配考据药师金调制相分 要让民众生力其境 仿佛在东方近流离的世界当中 另外此法禅室住持 金药法师指出 结合了众人力量 在活动举办前 跟募集了百万药师金及千僧供佛 共同祈愿全球无灾大地安和 我们从11月4号 要推药师法会要进行 之前的一个月 我们开始就是募集大家的爱心 希望大家送药师经 持药师座 念药师佛的圣号 借着大家共同的这种善念 敬念 来为天下其祥和 为天下能够无灾无烂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药师佛文化节活动 10月3号4号两天 除了有四滴电影 还有蔬食园游会 趣味体验等等 参加活动的民众 可以得到加持过的 药师咒轮手机纪念贴纸 以及药师咒水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将 药师佛的祝福带回家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是活力秀一下的单元 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高画质频道 除了HD99高画质套餐 也可以有更多选择 大兴电全新推出 HD99精彩全享餐 南瓜最热门的 HBO电影频道 BOSS豪华电影频道 还有三大运动频道 兼具流行与古典的音乐频道 以及大小朋友都爱的亲子频道 统统让您以次拥有 现在申办 加码再送您好礼二选一 速下2917 3939 零元 零元就是零元 现在申办大兴电宽屏指定方案 夏普40寸电视机 零元带回家 赶快来电 带走你的第一台零元夏普 申办速下2917 3939 每个星期二的下午 在时定风指令活动中心 歌唱班的学员们都会聚在这里 一块来练习 来学唱歌的长辈们都说 年纪到了 在家里闲闲没有事情 所以出来参加歌唱的课程 除了可以学到怎么唱歌 有的人从不会或是害怕开口唱 到现在每一位阿公阿嬷们 唱起歌来可是中气十足 自信满满哦 更重要的是来到这里 还可以跟大伙们聊聊天 生活也快乐丰富了许多 我从歌词进入感情 然后教旋律就是音准 然后最后才配上节奏 那当然要有耐心 因为对他们来讲 可能一次两次三次 甚至五六次 每一首歌都是很仔细地告诉他们 以前在乌读就有了 在93年就有了 就有这个筹备 就有开始开班 因为我想给老人家能够快快乐乐的 心情比较好 在家里可以 有这个老人会这班纸 想说没有来参加 参加大家都好像 没有说有熟悉一些朋友 是说现在还有太极钱 还有唱歌 大家五路 才会过日子 来这里差不多三四年了 来这里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那因为本来我就会在家里会有卡拉OK 会乱唱 但是来这里我们那个杨朗老师在带 带得很好 他是每一条 就是学每一条歌 他都会一条一条一个人一个人 这样子跟我们带 我们其实是要比较准 就是唱第二首的前面都有修纸符 真的修纸符 你又是钝子 当着我心胯 思量对面胯 平均年纪都七十五到八十岁 我觉得从他们完全不会 不管是国语台语 甚至我们以前还有交互一些日语歌曲 就是非常的仔细带领他们 那每一次他们就完全不会 但是他们很精神非常好 他们会用最最很仔细的听我的怎么唱 一次一句从头开始 以前连Doremi都不会 现在都会啦 对啊 学得都很好啦 大家唱的也都蛮不错 现在像去玩游覆车会跟人家敢唱 以前都不敢唱 有时候还有很漏官就对了 昨天唱歌很漏官 比较不大就在家里晃不醒了 出来到这儿 老朋友到底人家感觉 对 像狠狠狠狠狠狠狠 调习的人 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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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世最感動 我們也有你的感動 好千歲歷斷千萬 一生一世最感動 好像讓我們這個老大人 有一個很好過日 有一個好過日 大家在這裡 在家裡就沒有聰明 我們那麼多歲 我活到已經86歲了 所以我來唱歌比較快樂 他說媽媽進步很多了 以前都不會唱 從開始的時候 連麥克風都不敢拿 現在都會拿 上課是比較拘謹一點 嚴肅一點的 因為畢竟我們是老師 那私底下其實他們都 就像我是他們的孩子一樣 不過因為我都把他當哥哥姐姐 所以他們就對我非常好 常常就家裡有菜啊 自己種的都送給我 不一定要花錢才可以得到快樂 我們大家記在一起的話 創唱歌最少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感覺我自己很年輕 這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事件 通過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BVR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6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59元起 活动详情请洽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即日起开放施打 欢迎符合条件的民众 尽速携带身份证健保卡与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辖区合约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免费接种增加保护力 106年家犬绝育大赛开跑楼 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 纠团十只狗狗到特定动物医院实施节眨手术 就可以享有优惠哦 相请请上新北市动宝处网站查询 未提升洽工环境文艺气息 新电地震事务所行动一拉10月2日起至12月27日止 为期三个月展出林静瑞老师作品 欢迎大家一起共享艺术创作饗宴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兴店 有线电视的观广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